放平的時候,高速公路 就在旁邊這一條 然後你們是從下面寒洞這邊 2D這邊走進來 所以你搭在這個位置 就是裡面這走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在最前面這個2A這邊 青土這邊 下面這個2A這邊 那我們等一下 帶大家繞一下就是前面這個地方 然後到我們後面的 現在算是市民農園的地方 那你們等一下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問我一下,可以幫你們大家做的介紹 今天大家給你們講一下 這邊主要有三個區塊 像左手邊這一塊 這邊,這是一區 1234的1 那中間這條路這樣子,只走這一塊 這一塊一般我們稱為二區 然後走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水池,然後右轉 這一塊區塊我們一般稱為三區 就123這樣子 一般區分這樣子 今天走應該會在二區三區這一塊 到阿輝這邊然後改過去 到阿輝這邊然後改過去 好,那 整一區 那 好 應該還不會 稍微有準備過 這邊啊之前都是 稻田 種稻的 那現在北部分 北部現在種稻的基本上 應該是說它的經濟效益不夠 因為地不夠大 然後 副價太高 因為從事的人工成本太高 所以基本上 北部的稻田幾乎都已經轉做 像我們裡面這邊 外面那一塊 前一陣子的那個 障環開發區 現在開發以後 那邊一大塊農田也沒有了 所以以後 土城這邊的稻田的那個面積 可能小到說 連外面的那個 南部的帶根的葉子 他都不願意上來了 他跑一路 他一趟上來 他可能 你這邊可能只有一小塊了 他還這邊一趟 他跑不來 他可能就直接跳過土城 他可能到 山峽樹林或是到 其他地方去 對,所以 我們也在想說後面 今年原本還有收了一次稻 我們還在想說 明年那一批稻 然後還有沒有可能再種 因為這還要看後面的協調結果 這樣 後面旁邊這一塊 其實當中他們會不知道說 所謂做那種市民農園 修典的那一塊 那因為 這塊地比較大 為什麼就是說 它比較低瓦 它是以前的農地而已 它並沒有田高 它就只是種一些 把地整坪 然後 種一些 香草類啊 或者是一些 本土的植物而已 那旁邊這一葉都桂花 這桂花 一年啊 快七八年了吧 我就快忘了它 今年長得比較高 之前我們都會修得比較 還一點 不過今年雨水 蠻多的 所以今年長得還不錯 那你上面看到的 果樹就是我們之前 搬來的時候種的 那 再過一陣子其實會有茶花 不過這邊比較早 前面那一排 除了果樹以外 大概都是茶花 不同的茶花品種 那下面這邊都是 之前種一些香草 不過在台灣啊 尤其在北部啊 香草其實不容易長 因為太潮濕 還是夏天太熱 兩個都問題都有 一個是潮濕 一個是熱 像這樣 像我們之前這樣種啊 草地上其實本來 像邊邊看到這 小土丘上本來都是香草 可是因為是低 一個是因為低 低時比較低 二來再是它比較潮濕 你就這樣講 潮濕跟熱有沒有 它很容易會有病態 這好闊氣喔 你看你這個都是鳥欸 哈哈 產業域都是鳥欸 這個還好 這是因為之前長 然後剪掉的 像旁邊這個啊 基本上在北部 我目前種比較適合 適合的香草 大概就是茶樹 它的生長力蠻強的 然後像這個 這個是 那個 這就是茶樹精油的那種茶樹 茶樹精油的那種茶樹 等一下外面那邊還有 那種茶樹 對對對 等一下後面那邊有 我可以摘給你們看看 然後旁邊那個是外壽局 大概是這幾種東西 比較適合這邊的土地 要不然就是我會建議中 就是破核 尤其是本土破核 對 然後我們往那邊走 後面原本上的腳牌子 不過 後面這邊因為 就是 桂花一直長 然後後面那邊 對面那一片是算 它是算半沸根的狀態啊 它不處理的話 所以草會一直過來 所以 後面已經等於 你要去整理種 那個腳白筍的時間 成本太高 所以我們後來種在後面那邊 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們今年有熟 不過不大 不過自己種那個腳白筍 尤其是仙材那種腳白筍 非常好 它嫩嫩就很讚 那這邊應該是最快 應該是最快 然後 這一些 你們現在看到比較大的這一些啊 這一些水柳啊 基本上它是算在地植物 然後 你可以不用種它 這是當初因為 剛開始都沒有什麼樹的時候 這是哪一張 當地帶的 因為它生長速度很快 它是從 旁邊那一顆 大的 我們現在經過最大的那一顆 水柳上面 用鴨條的方式 再把它剪下來種了 那它大概 像這一顆這樣大概 三年左右吧 鴨條 什麼 就是像這樣一個對不對 你把這一圈的皮剝開 剝一圈的皮對不對 然後剝開的皮 那邊你外面包土 或是包水草 然後用塑膠袋把它封起來 那它過一陣子 它裡面會長根 你再把它剪下來就好了 那這種方法 通常是用在一些 特殊的作物上 例如像說 我等一下會帶你們看的那個 土肉粿 土肉粿它 台灣的土肉粿 它的品系還蠻多的 所以它味道會變 如果用它種子去種的話 它變異性比較大 那用這種方法去種的話 它是無性生殖 就是說 你原本吃到那一顆的 葉子 是甜的 它就是甜的 你不會說 假如說你用種子種 你可能原本這一顆是甜的 結果你用種子去種 種出來以後 它會變得有點比較 辣 或比較澀的 所以為了保持它原本的品種特性 通常會用無性生殖的方式 包括所謂的鴨條 千叉 對 好 我們等一下往裡面走 通常外來種長的都不會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朋友給的啦 這是那個 蘭花營 台灣 台灣有一陣子 封到 蘭花營 哇它種子很漂亮欸 對 它花開起來其實還蠻不錯 不過 我不知道 我在北部看到 只有 我印象中只有在 三峽那邊 有兩顆長的還不錯 人家地方種起來 跟國外那種相片看起來就差很多 國外相片是整片這樣 藍色紫色這樣 最大 對 台灣很少看到這樣的狀況 就是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那 後面這個是阿伯樂 它其實應該是送外來的 可是基本上 它的適應力 超級宇宙強的 阿伯樂 就是 一般我們所謂的黃金魚 我印象中最多的話 大概就是 這一個 要送給你 謝謝 對 阿伯樂 這個就是它總夾 來開手 這邊有小的 哈哈 你現在看到 下壁小的一虛一虛的 那個其實就是它總夾 等一下看 你的阿伯樂怎麼那麼肥啊 這一顆一定會死掉的 它是種壞的 這是葉子好肥喔 好吃法 對對對 差不多這個 因為這個地方啊 其實這一塊地 原本就是農地 所以基本上 這裡